《一非全清天下》 作者 陈九 颇奖 唐醋马蹄酥 第126章 进宫 强占第七 屋内 主仆五人还在说话 可说了什么 萧天耀却听不清 他只知道他很不舒服 心里难受得紧 就像是病了一样 萧天耀不知自己在门口待了多久 等他平静下来时 屋内已没有声响 翡翠几个正服侍临出酒安寝 而他没有进去 而是让下人远路折回 回到书房 萧天耀也不管时间有多晚 直接将刘白和苏茶找来 闭上眼道 将消息透露给北利国 北利未处冰寒雪地 帮国资源极少 对富足的东文虎视眈眈 只碍于战神萧天耀在 不敢出兵攻打东文 这两年 北利一直靠从南满与西武抢粮食过日子 只是南满与西武也不富裕 北利能抢到的粮食有限 每年都有不少老人和富人饿死 如果北利收到消息 知道萧天耀废了 无法领兵 萧天耀手下的兵马被皇上拿下 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出兵攻打东文 好过一个富足的冬季 一旦北利和东文开打 皇上就没有精力打压萧天耀 当然 这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北利人骁勇善战 在东文 除了萧天耀和他手下的兵 没有人是北利人的对手 到时候 皇上就是为了他的江山 也要启用萧天耀和他手下的兵 这个计划 苏查与刘白早就提起 这是府邸抽薪之法 也是唯一能让皇上妥协的方法 可是 萧天耀一直不肯用 因为他是东文的亲王 也是领兵作战的将军 他很清楚 一场战争的危害有多大 如果可以 他不希望有战争 可现实却逼得他不得不发动战争 有了外患 才不会有内乱 有了战乱 武将才有机会 见萧天耀终于下定决心 刘白和苏查都暗松了口气 天耀 以此举于东文百姓有利而无害 北历人这几年养兵蓄力 实力比之前更强 要不及时消耗一二 日后定会是我东文的隐患 到时候百姓会更苦 嗯 萧天耀依旧面无表情 一旦下定决心 他就不会后悔 以不会后退 他选择的路 哪怕是错的 也要走成对的 苏查和刘白也不再多说 要掀起一场战争 可不是嘴巴上说说而已 他们两个人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而且必须尽快做到 好让皇上有压力 不敢再逼迫他们 萧天耀没有挽留 一个人坐在书房里 将房内的灯吹灭 引在黑暗中 也不知在想些什么 莫神医与莫玉儿入宫一个月 安王的病情越发地稳定了 安王已足足有一个月没有发病 周贵妃很感激莫神医 连带队对莫玉儿也高看三分 平日里有什么好东西 都不会忘记给莫玉儿一份 甚至暗示莫玉儿 只要安王的双腿好了 莫玉儿未来不可限量 对女人来说 未来不可限量 估计就是那把凤椅 周贵妃的暗示 莫玉儿听懂了 却没有当真 皇上早早就立了太子 就算太子没了 皇后还有一个七皇子 在东文 立储是先立嫡 嫡子在的情况下 旁的皇子就是再受宠 也不可能立为太子 当今圣上与萧天耀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萧天耀是先皇最喜爱的幼子 先皇为了这个幼子 动了肺后另立的打算 要不是先皇年纪过高 精力不济 事情没有办成就先死了 谁坐在龙椅上还说不定 不过 先皇就算没有立萧天耀为太子 可却给了萧天耀无上的权势 让年幼没有父母庇护的萧天耀 在成年皇帝的手下平安长大 并且手握大权 甚至一度威胁到皇权 萧天耀的存在 对皇上来说就是一个耻辱 皇上会将萧天耀视为眼中钉 肉中刺 再正常不过 随着安王的情况好转 不管是皇上还是周贵妃 都对墨神医抱有极大的希望 两人坚信 墨神医一定能医好萧子安的双腿 甚至皇后与太子也这么认为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皇后与太子都不希望萧子安康复 皇上对萧子安的喜爱 他们看在眼里 萧子安要是双腿能行走 未来的事还真不好说 先皇为了能让幼子继位 能想着废后另立 难保当今圣上不会这么办 一定不能让墨神医医好子安的双腿 这是皇后的意思 太子毅然 这件事我们还是要从墨神医入手才行 太子眼神闪烁 皇后一看就知他在想什么 当即呵斥道 收起你的小心思 你父皇最近盯得太紧 没有把握不要出手 要是被你父皇指下 本宫也保不了你 皇后并不希望太子现在被废 在皇上还年轻时 太子就是一个活靶子 太子听吧 立刻收起动手的心思 恭敬得道 儿臣明白 请母后放心 太子有种种不好 可她有一点极好 那就是听话 皇后说的话 不管对错 太子都会听 皇后满意地点了点头 眼眸轻转 脸上绽放出一抹雍容的笑 好长时间没有见婉婷了 本宫有些想她了 你去接她进宫 陪陪本宫 女孩子之间 比较有共同的语言 林婉婷是一个不错的替罪羔羊 太子虽不精明 可从小在宫里长大 这种事 她怎么会不明白 太子不情愿地道 母后 婉婷她什么都不懂 儿臣不想她接触这些事 那么单纯善良的婉婷 怎么可以做这些肮脏的事 母后 不如我们接临出酒进宫如何 她和莫姑娘本就有些交情 接触起来也容易些 皇后强忍着翻白眼的冲动 耐着性子道 傻孩子 就是婉婷什么也不懂 旁人才不会防备她 她是要做太子妃的人 你能保护她一时 还能保护她一辈子吗 在皇后看来 林婉婷可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小白羊 能从嫡亲姐姐手里抢走婚事 林婉婷能是简单的角色吗 可这时 林初九出面 不是更好吗 太子一脸犹豫 皇后事实加了一把火 你呀 别再林初九林初九地叫着 她是你皇婶 母后也不能随便宣她进宫 更不能留她在宫里常住 宫里 又不是没有皇上 强占陈妻地妻的事 将林初九接进宫 外面指不定传得多难听 她虽然利用了林初九 可并不想害死林初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